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圣诞道书日历第15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涛,我是徐子男,我今天又回来了,对,我们的节目还是分为四个环节,跟之前一样,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介绍一下丹麦的一个圣诞传统和丹麦的一个圣诞活动,以及试试一个丹麦的特色,圣诞熊吃,最后我们会拆个礼物作为粉丝鼓励送给大家。 昨天我们说到了圣诞聚餐会有很多游戏,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丹麦传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游戏叫做PAPITLINE,就是礼物游戏,这个就是可能二十多个人,或者你们有多少人,就见面每个人都带了一到两个礼物,然后就坐在桌子上, 围圈而坐在桌子,然后我们用骰子,每个人会可能有两个骰子,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会打,就是这样,如果打六的话,那可以数六个人,如果打六的话,那你可以拿其他的礼物,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要给下一个人。 就是说你要是说摇到六了,你可以拿一个礼物,对,对,对,就是这样,你要是抽不到六就得给别人了,对,就是这样,而且有时候他们会说,如果是一号的话,那你可以拿其他的人的礼物,但是你不能自己给自己,你需要给其他的一个人。 就给另一期歇大人,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礼物,所以比如说,我们打吧,我带了些礼物,好,你有一个,我拿最大的,好,好,然后比如说我摇一个傻子,对吧,不行。 哇,那你可以拿我,对,我可以拿你,这个就是我拿了,对,我拿回家了,然后一般是可能十分钟之后就结束,你拿了多少礼物都可以是给你的,有时候有些,现在这个都是我的吗?对,这个都是你的,然后再给你摇,对了,然后你再摇,对了,然后可以拿去其他的人,拿他们的礼物,就是你想他谁就拿谁,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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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这些礼物会是比较玩的那些东西、玩具或者什么的,就是小吃了会,反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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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游戏结束之后,所有人可以用的那些,有时候是什么像这个一样的那个可以放 Reich laude,什么的,对的话很多的那样的礼物。所以我们可以拆一下,看看是什么东西,对,对,30%. 导演都准备了什么样的 都是你赢了 你应该拍吧 我来拍 看 这个应该是可以打手指的那个游戏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放在你的头上的那个 然后其他人就叫我 这怎么办 这样吗 对这样 然后就是 你误误我 你那个游戏你 你喝醉了之后就会很好 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 喝醉的时候都疯狂 对对对对 很多人要试一试怎么怎么用 对对对对 所以会很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PaketLife这个礼物游戏 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大麦的圣诞活动 我们都知道大麦的设计很有名 这个周末大麦的设计博物馆有一个圣诞提示 那这个博物馆里面一般都展出的是一些设计大师们的作品 对对对 就像这个照片里展示的 你可以拿这个 这个就是在这个设计博物馆会有很多艺术家队 他们会卖自己的展品 这个对 北欧的这个设计 尤其是家居的设计在中国非常出名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是学生和小孩子 十六岁 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之下 他们就可以免费的进去 对所以我还是小孩子 小孩子是免费的 是的对对 但是其实这个周末其他人都是半价 对对 圣诞节搞一个活动 对对对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圣诞这个这个这个 对对对对 иться 对对对 非常的很漂亮 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一字还是桌子和什么工艺品这样的 对对对对的 我拿了三个小吃 我拿了一个小小小小礼物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小吃会是什么呢 好的 我们上嘉宾 哈喽 欢迎 好 我们有很多的礼物吧 所以你帮我吧 差一个 你要差一个吗 我也差一个 但你不给我一个 你也差一个 我就看你 好 这个都是不同的是吧 这个叫Mashi Pen Polo Mashi Pen Polo Mashi Pen Polo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就是杏仁做的那个夹汤 然后夹心的吗 夹心 杏仁和汤放在那个搅拌机里面 然后里面会有这个和巧克力 放在一起 所以还是杏仁高夹心的巧克力 对应该是 对 那外面那层白的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外面的那个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糖就是放在那个 很热 热里面 然后放在外面 我不知道 吃了就知道了 对 我们试一下 我们先打开吧 好 这个是跟这个一样 只有一个其他的那个 我想吃吧 这个其实外面有干草 外面有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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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帮你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 不要告诉其他的人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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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木做的 蓝木做的 你可以摘一下 其实我觉得比较好吃 试试 对 对 你会很喝醉 是这个吧 这个你我觉得你会喜欢 这个干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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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你看到这个 我怎么敢吃 这个不是干草 这个不行 你不懂我喜欢这个眼灵做的 这个吃的还行 至少不黑了 我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有什么做的 应该是什么 什么调料 调料 调料 这种调料 是不是很好吃 是不是很好吃吗 我没干草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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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坏 他说我会最喜欢的 我很喜欢 但是这个没有血 这是吗 对 血啊 对 以后大家记住 有这个的话就是干草糖 不要吃 要吃啊 要吃啊 那你就喜欢觉得 会有 很久 嗯 我在吃这个 对吧 好吃吗 这个实在不是喜欢吃干草糖 你多吃就好 对吧 你多吃 那一大多吃了 你就有另一番感受 做完你看书 你看一面觉得不爱看 看一面 你有另一面 你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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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个 一整个 我这个吃了 我们一起学吧 一整个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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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干杯 吃吃 不能喝 水爽 你也来吧 我能换颗白的吗 不行 好吃 水爽 非常好吃 我好想哭 好吃吧 好吃吧 好吃 好吃 我还是做一个中国人 我不爱吃 你说说咱们人都爱吃 咱们人不都爱吃 嗯 90%吧 都爱吃 嗯啊 不是所有的咱们人吃饭 对吧 嗯 嗯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今天的那个小吃 嗯 谢谢大家 对 下嘉宾 现在就会来大家拆这个小礼物 对 王涛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 是能反动照镜子 对 我觉得可能是你 起床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怎么样 对 你放在这儿 你放在这儿 你看照镜了 对吧 而且你看在这个上面 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好 对对对 设计感像个水滴的形状 对对对对 像水滴的一样 像水滴的一样 你会送给你的女朋友 这样一个礼物吗 当然当然会了 你看他这么设计感对吧 而且你看他这个 而且正好女朋友有很多 这个首饰什么 可以放在这个 你觉得他会觉得怎么样 他肯定会觉得好 你看每天看一眼自己的美貌 心情非常好 他喜欢穿那个项链的 他喜欢 他有一个项链 对吧 经常戴的 所以都可以把它睡觉的时候放进去 咱先照个镜子 好好 主要是很好看很漂亮 最适合这个女生 对是的 转发微博视频 然后获得这样一个礼物 这个男生可以送给你朋友 是吧 女生可以直接获得它 对 转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 等会王涛 我一直跟你录这么多期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是什么的 你看你的丹麦名字叫Eric 对 但你的中文名字是自己起的 对是的 为什么叫王涛呢 王涛 其实王涛这个名字就是我自己起的 就是根据我的丹麦的姓 就是我的丹麦的姓 就是我的丹麦的姓就是 所以你就是根据这个声音 就是王涛 哦 根据音译的过来 对对对 哦 王涛 就是王涛 王涛 而且王涛在中国很长 所以我的丹麦的名字就是 所以大家明白 我们录了这么多期 专门我们的主持人王涛的名字在游览 对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好 那我们欢迎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圣诞道福之力 对 嗨嗨 大猫王又回来了 可以给女朋友澄清一下 你不是让她吐了吗 你不是让她吐了吗 那就是 Clarry 哦 干嘛了 没事吧 这么烫呢 对干了干了再说干了说 可以吗 有谁吗 没事没事人家都是情趣用品 没关系 那你倒 没关系 没关系 烫到了 不烫不烫 哎不烫了 怎么可能 习惯了 习惯了 没有关系 不是习惯了就坏了